香港人只要扭开水龙头 每天24小时都可以享受到干净的食水 而为了满足用水的需求 背后其实有不少不为人知的代价 本人叫李友来 是鹿乡环领头村的村代表 未封出来之前 我都在这儿出生 在这儿长大 这个满水湖在建筑的时候 我和我爸爸或者哥哥 有时定期都回到乡下 走路回去看看 就是怀念一下以往那段日子 来哥和千多名村民 原本住在船湾海沿岸六条乡村之中 他们世世代代以冒农为生 过着自吸自足、简薄的生活 1960年代香港出现水坊 当时全港水塘的储水 不足以应付市民的需要 政府实施制水 为了解决食水不足的问题 政府决定兴建更大的新水塘 船湾海就是其中一个选址 陆乡居民被要求搬迁到大埔区 当时的村民对搬迁方案有不少疑慮 原则上我们都很认同 把这个地方变成淡水湖 解决食水 但我们以往是过着农村式的生活 始终有些顾虑 可以说一句年金百喜 因为我们几条村一起搬出来 就犧牲了我们祖先 建立几百年的基热 除了陆乡 在兴建石壁水塘和曼仪水库期间 亦有为数过千的原居民 成为水库移民 他们的家园埋没在水底之下 为了将河水引入水塘 不少河道的上游被截流 这个举动大大改变了本地河流的生态 兴建水塘对河流的生态影响之有两方面 第一 它将河变成人工湖 由一个动态的水环境变成静态的水环境 而水坝下游的鱼 两棲类生物就不能再游上游繁殖 第二方面 水坝之下变成干绝的河谷 没有水就很难有水生的环境 有水生的生态 政府最新的数字显示 香港人均每日用水量达到230公升 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 只是反映了港人一小部分的用水 大部分消耗了的水资源 是隐藏在消费行为之中 为了让公众更加了解自己真实的用水量 香港大学的李玉兆博士和他的团队 尝试在香港引入水足迹 水足迹是一个用水指标 除了计算日常生活的直接用水 这个指标还包括商品在生产过程中 所消耗的间接用水 即是所谓的虚拟水 他们研发了一个应用程式 选取了本地常见的食物和食材 市民就可以知道自己食的东西 在生产的时候消耗了多少水资源 他们发现香港的人均水足迹 每日大约是5500公升 比全球的平均数高出40% 而当中大约4300公升是来自食物 不少香港人无欲不欢 而肉类的水足迹是非常高的 所以香港人均水足迹相对来说 是高过世界其他地区 李博士也指出 香港超过九成的食物是由外地进口 部分食材是来自水资源短缺的地区 我们进口食物的同时 其实也输入隐藏在食物的虚拟水 间接增加了对原产地水资源的需求压力 另外 时装业也严重消耗水资源 速食时装的出现 令到全球水危机问题恶化 Benny曾经在大公司担任时装设计师 他认为时装行业 普遍只关注产品的受欢迎程度 而速食时装价格便宜 也令消费者忽略衣服背后隐藏的环境问题 整个速食时装就是用消费者的心态去考虑一件事 消费者他要求我要用最少的价钱买到最多东西 跟着那个商家就企业就去满足消费者这种欲望 就因为大家只想自己的荷包 他不想环境道德大自然 这些成本统统都不考虑在一边 常见的衣服通常用聚资纤维和棉花做材料 聚资纤维所制成的衣服 在洗耳机洗滴的过程中会释出微塑胶 这些小小纤维随着污水进入下水道 流入大海造成污染 至于棉花在种植过程中非常耗水 一公斤棉花就需要消耗接近一万公升的水资源 相当于一个香港人40日的平均用水量 棉在一些地方当地的农夫 就会叫他们在一些陆地上的珠宝 因为他种的过程其实很困难 而种植棉的时候需要很多的水 在外国就出现过因种植棉花 导致严重生态破坏的事例 位于中亚的咸海 曾经是世界第四大淡水湖 但在1960年代 苏联将流入咸海的河水引到荒漠地区 以提高包括棉花在内的农作物产量 引水灌田工程导致咸海大幅萎缩 如今只剩下原本十分之一的面积 湖泊生态大受破坏 重创当地漁业 严重打击居民生计 而暴露出来的河床有大量的盐沙 增加了沙尘暴的出现 带来环境污染 用水是有代价的 问题是谁负 要达到水资源的可持续 一定要做到取水的分量 不能超过环境的可承载能力 Benny七年前自己创立环保时装品牌 近年甚至取消生产衣服 主打用低耗水的麻做鞋和袋 我再度多一些研究 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衣服多度 我想你全世界送给每人 每人都送一件给他 我想每人不只送到一件 所以我们就鼓励那些人 既然是这样不如你穿二手吧 二手就是最环保的了 但是真的说鞋和袋 反而就是没有能够取代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主要将它 focus 回到一些市面上 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一些产品 我们应该加强水资源 可持续使用的教育工作 加深市民大众对水资源 多重价值的认识 例如历史文化意义 生态功能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 衣食住行方面 都能够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